今天南大超頓和中華用水的 焦水潭林工藝在過去七年後 究竟甘切到二十一隻的酒後 有三隻是都固定住在這裡 這是說林工藝的環境已經開好了 但是台灣酒後保佑協會 是不一樣的看法 那時候我們就擔心我們這樣做 會不會把他們全部都趕跑 那確實是施工的過程中 這定居的個體 它也有移動 它原本可能就在鳥嘴潭 裡面一點的 它就往外面移一點 但基本上都還在鳥嘴潭旁邊 持續的出現 鳥嘴潭真剛好是中部 重要的心見水潭工藝 主要是因歐客的水管 提供讓南道超頓和中華用水 中庫水主要分數標示 無論六段歐客的工程已經是收尾 有五座現在已經在運作 二位是空一千年乾脆到現在 已經發現有二十一隻酒後出發 其中三隻是定居的個體 現實因為時間 兒如果有一些人 可能是因為破壞它的漆地 他要開始往外跑 到處要去找其他可以用的漆地 所以才能比較容易被你看見 那也是因為這樣子他們要到處去找漆地 臺灣就好保佑學會 因為黑客流行原本就是 很好的期待 做更的 數量和穩定 需要更多的主要來盡視 不過不前的工法 開始對著期待環境有衝擊 尤其是歐洲大量的途風 就帶在黑客旁邊的河川地 好好就是變得更加 也為反相關的環評規定 已經透過的行政訴訟 要求快點來讀讀 記者 台中綜合報導